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湾区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 我是霍运强 欢迎大家介绍收听时事观察 上周六我们还在想 到底新闻自由 以及对世界的认知是否有必然关系 这些是我们心目中所想的文化差异 偶然参加了中国著名作家 韩少公的一个讲座 这堂课的对象其实还是中学生 但想不到为我想的问题 就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他讲的题目就是 文化代制差异和地缘差异 表面上这个题目都挺复杂的 看起来有点不明白 但他其实当中就讲了一个很重要 也都很显现的道理 文化上的差异 有一些会随着时间和经济环境去改变 但有些就不会 韩少公在这个讲座中 首先指出了文化既有概括 也有世面的部分 或者可以理解为 宏观或微观的文化 宏观的文化是因为族群生活的积累 而当中我们视为差异的 来自代制或地缘 代制差异会因为时间的改变和调整 而最终会跨越地域限制 趋于一致 但地缘差异就是对外在环境的适应 从而形成习惯 虽然会改良 但不容易改变 听起来还是很飘渺 所以韩少公以一个很直接的说法 以厕所和饮食 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 当中出现的差异 来代表 对于厕所文化 我们会随着生活的改善 环境靠转 无论是处于这个世界 哪个角落 你可能基本上 对它的要求最终的需求 都是相同的 但饮食就更多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和地缘的影响 所以无论去到哪个地方 你可能都会保持着一些相同的杂性 所以就不容易改变 好了 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两种不同的差异 因为他觉得 最重要的地方是当我们评断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分辨到底这些差异是来自什么 不能够将这些性质搞错了 否则如果我们不以为这种情况 举例 很多人到今时今日 都认为在中国的厕所是无门的 但是很多时候 以往中国内地厕所无门 更多是一些管理上的习惯 又或者是一个经济跪乏的情况下的现象 去到慢慢进步了 改进了 情况 跟其他地方是相同 所以韩小公同时间也举了另一个例子 就是性别平等 来做一个例子 就是说 很多人虽然都觉得 女性在亚洲区 在非洲受的歧视更加严重 就将它视为一个地缘的差异 但是实质上 性别歧视更加是一个代謝的差异 而且正是随着时间 随着进入工业化的社会 会慢慢减退 当然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实际的角度去看 就连美国的女性 取得投票权 仍然到现在都不够60年 所以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歧视问题 也不会很迅速地消退 但是有时候问题出现了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背景 将它是归类成为地缘上 或者是不同地区国家 对于女性性别歧视的反应 而事实上 这个也不是必然的 就算一些传统的习惯和限制 也可能随着时间会出现改变 好像在4月初 日本的武学市市长多多见梁三 在一个伤泊巡媒表演上 致迟突然暈倒 在场的一个女性护理人员 赶忙上前急救 想上去一个伤泊的场地 土表上 救治暈倒的死长 但被评判多次广播要求 离开土表区 这次也反映了日本传统运动上 一些根深体固的性别歧视问题 虽然在这件事后 日本的商谱协议会 只是说这是很困难的决定 所以没有即时决定 到底会否取消这个限制 这个新闻当然又再次引来 亚洲人对性别歧视 是否比较严重的问题 同一时间 在《纽约时报》一个影音专栏里 也报道了有关于中国的性别歧视情况 有人权组织有个报告 在2018年中国政府和私人企业招聘时 普遍出现了歧视女性的现象 例如有些要求限于男性 或者男性优先的 有百分之十九 去到女性的时候 往往有些外观的要求 好像要气质好 有些知名的科技公司 好像阿里巴巴发布的招聘广告 更加承认会有女神的同事 有些公司说有深夜福利的标签 都是在在反映了一些 与女性有关系的要求 这个报道再次认为 中国对女性歧视依然根深体固 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代表了 中国对于女性歧视的情况 比较其他地方更严重呢 可能答案就未必了 其一他们引述当中这些广告 讲真句也不是由中国开始 其实阿里巴巴的广告 只不过是仿效其他地区里面 比较有趣的广告 当中的确是以女性的特征作为卖点 但是这样是不是有一个单纯歧视女性的表现呢 当中可能还有不少的争论 报道当中提及的这些广告 很多都已经是2012年13年去做的了 所以当时大家对于性别平等的敏感程度 依然是比较低 意思上广告是一回事 实际情况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发展 可能比较不少的发达国家都要好的 例如有研究指出 中国女性对于中国GDP的贡献度达到41% 也就是说中国女士在中国的发展机会 其实一点也不少 避受《纽约时报》影音珠兰攻击的BAT 即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里面 在百度里面45%的员工都是女性 而在中高层的管理层里面 女性同样占据了差不多的比例 马云更加不用说了 经常都说在阿里巴巴里面 女性的贡献比男性更大 因为她们是一个服务的领域里面 女性经常会比较男性处理得更好 所以她里面有47%的员工都是女性 在始创人和管理层中 女性占了三分一 所以有在大量的女性管理人员的主导下 所以又以目前中国的科学企业 很多都是向服务仍主导转移之下 不单止中国的性别问题得到快速讲一线 而且很多能够在中国争取发展机会的女性 同样会将这些机会带到其他国家 例如在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女性企业家 觉得因为她在年轻的时候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之下得到机会 所以她同样希望将这样的机会带到非洲 在非洲设厂 并且招聘不少的女性员工 让她们有发展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来看 也可以说是事实不幸 就是有关性别歧视的情况 在美国亦不少 美国过去两年 在20个州郡里面 最少有40个议员 就被100多人公开指控 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性行违不端 又或者性骚扰 而在利洛州和加利福利亚州里面 更加有几百人签署的声明 指控当地政界普遍存在着性骚扰的问题 事实上调查也说出了美国 九成当选的官员是百人 而其中71%是男性 而今届特朗普政府 更加男性比例高达80% 提名的检测官里面 有41个是男性 只有1个是女性 当然我们应同在客观的条件上 男性和女性在体能上 思维模式和社会角色都各自有差异 有所分隔 各有所长 其实是合理的 所以就不应该无断地认为 女性在亚洲或者非洲受歧视更加严重 就将这个 视为是因为地区或者种族的差异 其实 性别歧视更加多是代制差异 只是因为欧美地区发展得比较快 性别歧视也更加早 随着进入工业化 而慢慢减退 而未来 当我们进一步踏入一个服务型的社会时 女性会有更大的优势 从对性别平等的角度去看 我们知道 对于差异的正确理解 对于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 调整发展和应对是非常重要 由此也可以推演到 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的变化和中美贸易 这些对差异的认识更加重要 亦同样有效 我是霍永强 多谢大家收听视频观察